血黄的面容凝固 那面上惊恐的神色清晰可见 收回的手也停止在了半空中 下一刻 无数散发着黑光的裂纹 瞬间遍布了血黄 那硬化铠甲的表面 咔嚓一声碎响 这硬化铠甲竟是轰然爆碎 露出了血黄的失去了皮肤 鲜血淋漓的躯体 其浑身鲜血更是狂涌而出 体内毁灭之力 如同恶狼般的肆虐着 疯狂破坏着其经脉内脏等等 啊 这不可能 不可能 血黄发出了一声惨叫 从空中坠落 轰隆一声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血黄一身强大的气息 飞速地衰弱了下去 那破碎的身躯 不断地颤抖着 奄奄一息 他怎么也想不到 身为强大的 弑脑兽一族 他竟是败在一个 视作实物的人类小子的手中 此刻他虽然还没死 但也是重伤之中的重伤 根本无法再继续战斗了 叶辰看着坠落的血黄 随手放开手中 那已经断裂的手臂 他微微地皱眉 目光闪烁不定 灭绝神光虽然强大 但依然有极限 那血黄的防御手段 却是不容小觑 竟是将神光的威能 大部分挡下 而此刻 水晶华等人 则是彻底呆滞了 连血液都要凝固了一半 前一刻 他们还在担心 夜晨要败了 在做最后的挣扎了 下一刻 直接逆转战局 一击镇压血黄 这种反转太强烈 让众人一时间 有些做梦的感觉 而血昭则是面色狂变 难以置信地喃喃道 血 血黄 他亦是无法接受 血黄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被夜晨所击败 更何况 是在他即将要战胜 关海楼三人的情况之下 此刻 关海楼洪顺天宇与子卿 都是浑身鲜血 身体伤下 遍布着众多血动 眼看着面色无比惨白 就要彻底失去战力了 若非血昭不想直接杀死他们 而是多折磨折磨 三人可能都无法支撑这么久 这时 一股莫名的惊悚 涌上了血昭的心头 仿佛被一头洪荒猛兽 盯上了一半 血昭猛地转过头 朝着那惊悚感觉的源头看去 却是对上了一双 忧冷无比的毛子 一双令凶残的弑脑兽都感到振振寒意的毛子 叶辰的毛子 血昭的神色一下子难看了起来 他虽然与关海楼三人战斗算是占尽了上风 但叶寒加入之后呢 他可不想被叶辰方才施展的神通击中的 血昭身性隐隐向着后方移动 似乎打算逃跑 这种情况下也只能牺牲血黄了 可关海楼等人似乎瞬间便看穿了血昭的想法 身形一闪便要将血昭包围在中间 该死 血昭怒骂了一声 在食物面前逃跑 对弑脑兽而言是莫大的侄辱 但眼下他似乎别无选择 下一刻 他的身形猛的一个闪动 便是朝着后方飞掠而去 速度极为迅疾 竟是在关海楼等人的包围行程之前 便逃向了后方 关海楼与于子卿都是目光一尘 绝不能就这样放走着弑脑兽 这一次是弑脑兽轻敌了 大意了让他们抓到机会了 可下次呢 食脑兽如果躲藏偷袭 对他们下死手逐个击破呢 那么即便只剩下一头食脑兽 都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 只有红顺天目光闪烁 不知在想些什么 就在这时 原本已经飞出一段距离的血昭 突然面色一变 神区凝聚在了半空之中 在其身上多出一条赤红色的锁链 关海楼与于子卿 见状一愣 这是怎么回事 而红顺天看到这一幕 他很熟悉 自己也曾经经历过 关海楼于子卿 瞬间朝着那锁链另一端看去 只见锁链的另一端 赫然连接在了叶辰的身上 是天妖神索 关海楼三人眼中喜色一闪 嘴角纷纷扬起了一抹冰寒的笑容 而叶辰则是身形一动 来到了血昭的身旁 四人挡在血昭身周的四个方向 将其彻底包围 何况即便不包围 被天妖神索锁住的血昭 亦是无法逃脱了 血昭的面色 这一刻彻底阴沉了下来 叶辰缓缓地抬起手 并起剑指 指尖隐隐有黑芒闪动 而关海楼三人 则是大喝一声 朝着血昭扑了过去 不要命地狂攻着 让他没有任何闪躲的机会 血昭怕了 真的怕了 他才刚刚从沉睡之中苏醒 进入躯体内复活 现在就要再次死去 他不甘心 就在水静华等人 都认为胜券在握之时 却是一变突生 一股极为强大 仿若万古魔王一般的霸道威亚 以闪电般的速度 从地底之下涌起 瞬间降临在了 叶辰等人所在之处 这一刻 众人纷纷面色一变 连血昭与血黄的面色都变了 不过 叶辰等人是变成了 惊悚 震撼 沉宁 而血昭与血黄则是狂喜 他们齐声高呼道 师祖 一时间 叶辰等人都是目光狂闪 这就是师祖的威亚 在这威亚的震慑之下 洪顺天等人 此刻竟是身躯僵硬 都无法出手了 就连叶辰 都是面容无比阴沉 她虽然不至于 被这威亚影响行动 但这威亚 依然给了她一种 极为危险的感觉 即便是她激活 轮回血脉 也无法与之抗衡的感觉 这威亚带来的压力 甚至比面对 师王之时 还要强大一分 要知道 师王 可是拥有天师血脉的 太真经超级强者 而这师祖的气息 比他还要强大 那岂不是说 这师祖 即便时至今日 被封印了无数岁月 依然拥有堪比 太真经强者的实力 叶辰有些明白 当初玉外天道 为何都无法直接 将这师祖抹杀 而是要封印在此处 逐渐削弱了 一时间 他的心沉了下去 怎么办 如此强大的对手 要如何战胜 血钊看着 叶辰等人的神色 狂笑一声道 嘿嘿 怎么 不是要杀我吗 动手呀 怎么不动了 现在知道怕了 他眼中 荔色一闪 看向了叶辰 他知道 这群人之中 最大的威胁 就是叶辰 下一刻 血钊就要朝着叶辰扑去 而叶辰亦是 手持长剑 目光冰寒 做好了直接 开启血脉 秒杀血钊的打算 他方才 为了击败血黄 亦是受伤不清 战力有所下降 现在 未必能够抵挡住血钊 那么 只能速战速决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 嘶哑低沉 莫名地能够唤醒人们 原始恐惧的声音 在众人耳中 响起道 血钊 住手 血钊闻眼身须一颤 虽然眼中满是不甘之色 还是不甘有丝毫违抗地 停止了动作 他有些迟疑地道 可是 师祖 他的力量 可维持不了多久了 马上要消退了 现在不动手 等下可就没有机会了 师祖道 不必多言 本尊 自有安排 是 血钊闻眼不再说话 下一刻 一道虚影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这虚影浑身 没有一丝皮肤 看起来 倒是和现在的血黄 有些相似 也许 当年这师祖 一时受到了致命一击 浑身铠甲 都被击碎 才落得如今这副模样 这虚影便是 师祖的神念化身 叶尘的眉头 皱得更紧了一分 这师祖的神念 在这无灰岛上 似乎能够突破束缚 可见其神念 比自己还要强大得多 那师祖的目光 突然落在了 叶尘的身上 微笑道 年轻人 你很不错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你这么优秀的人类了 众人闻眼 都是微微皱眉 这师祖是什么意思 叶尘目光闪烁淡淡道 既然如此 师祖可否放我等离开 师祖闻眼哈哈一笑 有些玩味道 这个自然不行 不过嘛 他突然笑容一收 凝视着叶尘道 我倒是有一个 能够让你活下去的方法 让我活下去的方法 师祖笑道 我们是一个极为古老的种族 而我族向来欢迎人才 实际上 我族不仅能够吞噬 其他生灵的脑子进行寄生 亦是可以寄生在对方的 某个器官之中 诸如手臂 心脏等等 这种寄生 并不会对你的意识 有丝毫的影响 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关系 而你的实力 亦是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 众人闻言 都是面色微变 这始祖是打算招揽叶尘 叶尘面上似乎闪过了 一丝沉吟之色 他凝视着那师祖虚应道 条件是什么 师祖闻言满意地一笑道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 很好 本尊没有看错你 师祖随意地扫了一眼 观海楼等人道 你现在的状态 虽然不算太好 但还是足以击败 这几个人类的吧 观海楼等人 瞬间面色一变 这始祖竟是要挑拨离间 但是很快 他们的神色便恢复了平静 毕竟在他们看来 叶尘绝不会被 这么简单的方式所欺骗的 可就在这时 一道淡淡的声音 却在众人耳旁响起到 我的确可以 然后呢 一时间 观海楼等人都傻傻地 看着叶尘 特别是洪顺天和水净华 叶尘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真的想 众人都暗暗地摇头 否定了这个想法 叶尘应该只是在拖延时间才对 叶尘的生命力极为强大 这片刻功夫 伤势便已经恢复了一些 他一定是想争取时间进行恢复 而此刻 弟弟之宗的始祖 那没有皮肤的丑陋面旁上 却是浮现了一个 隐现的笑容 他活了这么久 对人性 可以说是 无比的了解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